老師同學好 我是陳大機械所做一的張成祥 這次報告的題目是Morpho Analysis of Coffee CupLib with Model 3D 以用Model 3D軟體去對咖啡杯蓋進行謀流分析 首先是Outline的部分 AX Introduction在Dramatry的部分會介紹我所要繪製的幾何 前處理去看介紹交口和流道然後模作以及水路 我是如何建置網格的 材料的選用以及最後製程參數的設定 再後處理的部分會看射出的狀況以及射出壓力 然後縫合線和包封的數量級位置 再來是翹取以及奇蹟搜索率 最後是去優化我的製程參數然後結論 首先是Introduction的部分 我這次所選的工件材料是咖啡杯蓋 然後市面上咖啡杯蓋主要常見的材料就是PP聚餅烯 因此我就選擇聚餅烯為這次的材料 那單點進膠,使用單點進膠 主要研究的目的是比較兩種不同年度的材料 還有在相同的製程條件下它流動的狀況 再來PP性能部分 PP是一個結晶性的聚合物 具有耐熱性好、重量輕、韌性好、耐化懸性好 然後有蠻高的皮膠壽命等優點 但同時也有尺寸精度低、剛性不足、容易老化、脆、容易變形等缺點 PP在熔溶溫度下會有一個比較好的流動性 然後成型性能也不錯 但是在加工上有幾個特點 首先是PP熔體的黏度會隨著剪切速度的提高 而也有明顯的下降 然後它受溫度的影響比較小 再來PP分子取向的程度蠻高的 然後呈現較大的收縮率 它的加工建議溫度是在200-300度C左右 有蠻好的熱溫定性 但是在高溫下 以及長時間停留在裸杆中都有可能造成降解的問題 這是在加工上所需要注意的 最後加工的模文建議是控制在30-50度C 再來是幾核 這次繪製的是咖啡杯蓋的幾核 那就是參照市面上的咖啡杯蓋去進行繪製 首先是前出椅的部分 這邊是膠口長度以及材料厚度 膠口長度選擇是40nm 再來是模作和水路的部分 這次採用的是直通式的水路 然後直徑是8mm 數量是一邊兩個 各式根 由沿X方向去進行設計 再來是網格的部分 那這次網格設計上較複雜的部分 就是咖啡杯蓋下面這個凹陷處 這凹陷處由於所需要較密的網格才能去長好 所以我最後是選擇在下面打比較密的點 然後讓這邊的網格比較細 其他地方網格就相對較大 才能成功長出這個模型 所需要的網格 再來是材料選用的部分 這次我選用的都是PP聚餅錫 然後一支是K101 一支是K2051 兩支材料都是由台灣化學新維股份有限公司 所出產的食品級射出材料 然後主要用於食物的容器 以及薄具的加工 薄具的射出加工 它們兩邊最大的差別就是在融容指數 也就是Nm5的部分上 那我是希望藉由類似的材料 但是不同的流動性質去比較哪一支材料 會更適合咖啡杯蓋 再來是年度隨著剪切率的變化 從圖中可以發現 年度高 溫度越高 年度越低 代表著流動性越好 而K2051的年度又比K1011來得低 PVT圖的部分 可以發現壓力越小 比融越大 而溫度越高 比融也越大 K101整體的比融 又比K2051來得大 製程參數 我在這次的設計上 我先是設計兩個自成參數 兩邊的自成參數都是一樣的 先一樣的去跑魔流分析 之後去觀察 它的觀察情況 再對其中一邊 結果較好的去進行自成參數的油畫 再來是後除以的部分 首先是重填到100%的狀況 再來是這次重填的動畫 這邊是重填壓力的部分 從圖中可以發現 PPK2051的重填壓力 比PPK101要來得小 再來是縫合線的部分 從兩張圖相比較下來 PPK101總共有51條縫合線的產生 而2051只有17條縫合線的產生 整體縫合線都集中於開口 杯蓋上方的開口 以及下端放置開口的凹槽的地方 再來是包風的數量 K101有36個薄風處 但2051是33個 10101略多 再來是X方向位移撬取的部分 K101X方向位移量最大為0.657 然後最小則是-0.612 K2051的X方向位移最大為1.164 最小則為-1.119 Y方向位移撬取量 K101為0.09mm 然後最小則是-0.147mm K2051的最大位移是0.185mm 最小則是-0.291mm 同樣是K2051來得較大 再來是Z方向 Z方向的話 K101的撬取最大為0.612mm 最小則為-0.606mm K2051最大為1.099mm 最小則是-1.102mm 同樣是K2051較大 跳取總位移的部分 K101的總位移量最大為0.658mm 最小則是-0.081mm K2051總位移量最大為1.172mm 最小則為-0.132mm 從位移的分析中 我們可以發現K2051的射出產品 它的撬取位移量比較大 我推測是因為流動性的關係 流動性較好 導致它產品的收縮率比較大 再來是體積收縮率的部分 K101最大的體積收縮率為-6.01mm 然後最小的體積收縮率為-1.365% K2051最大的體積收縮率為-9.153% 最小則為-5.963% 那兩箱比較之後 可以發現K101整體的收縮率 明天小於K2051 因為-K2051有著較大的流動性 那它分子鏈之間的-纏繞不如-K101緊密 然後-較容易-因此較容易產生-冷卻的時候 較容易產生改變 造成收縮率比較大 那這是上面產品的剖式部分 再來是射出參數的優化 因為對於伯劍產品來說 我覺得收縮率是一個蠻重要的指標 所以我會選擇PPK101做為這次的製程優化的目標 那再來是這次參數的優化部分 我是將融膠溫度調到245度C去維持原本的狀態去觀察差別 首先是重填的動畫以及壓力的部分 可以發現當我提高融膠溫度的時候 因為流動性的增加 所以射出機所需推進的壓力降低 造成整體射出壓力下降 那縫合線以及包風的結果 可以發現縫合線是從51條下降到13條 數量明顯的降低 而包風則有36個降低到34個 再來是位翹取以及體積收縮的部分 K101平均 翹取位由0.409mm增加到0.467mm 而K101的最大體積收縮率的平均 則是由3.84%增加到4.395% 總共0.555% 會造成此現象的原因是 因為當融膠溫度提高 融膠溫度跟磨溫的差距增加 然後整體融膠索膠冷卻的溫度的Range也比較大 才導致收縮率以及翹取的增加 最後是總結的部分 從這次的研究中可以發現 PPK101的充填壓力比PPK2051要來的高 年度低的材料更容易去進行充填 再來PPK2051的暴風跟縫合線 都比PPK101要來的低 最後PPK2051的產品 比PPK101的產品 擁有更高的翹取率以及體積收縮率 提高PPK101的融膠溫度 可以有效減少縫合線的數量 但是因為融膠溫度高 所以導致翹取及體積收縮率略為增加 這是製程傳數優化的部分 最後是PPK101適合 我覺得製程傳數優化之後 它是較為適合作為咖啡杯蓋的材料 但是因為PP的黏度 是隨著剪切速度的提高 有明顯的降低 所以之後的分析可以嘗試 提高射出壓力還有射出速度 它的流動性應該會明顯提高 進而改善收縮以及變形還有 體積還有凹陷的狀況 那我的報告就在這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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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